Hello大家好,这里是练习堂情感,我是楚儿 总是有很多大兄弟,在家到一个陌生的女生之后 都还没了解这个女生,就直接开始各种套路,强行开聊 最后导致女生的兴趣逐渐消失,再也不主动找她聊天 就算聊起来啊,也是嗯,呵呵,是吗,忽冷忽热的回复 而大兄弟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束手无策的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但咱很委屈啊 不敢确定自己在女生心中的位置 面对这种情况时总是,既伤神又费力,追还是不追呢 为了避免大兄弟们的恋爱被扼杀在摇篮里 楚儿今天就来说一说,女生和我们聊天,忽冷忽热怎么办 第一点,测试她对你的兴趣 虽然说她现在是对你忽冷忽热的,但至少说明啊,之前热过嘛 所以,她曾经对你还是有兴趣的 再次测试她是否对你还有好感 是否愿意和你继续聊天 这样才是你和她改变现状的关键 楚儿先再来教你们两个非常有效的小测试 可以帮助你判断女生是否想继续和你聊天 比如,妹子发了一张自拍 你发现,她戴了新耳环 你可以评论她 这个耳环好仙女哦 你是要变嫦娥了吗 这样聊天,女生知道你开玩笑的同时 也能感觉得到你在夸她美 但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评论 如果你每条都不放过 这样女生只会觉得有压力 反而更是不想理你了 其次啊,是不要评论太久之前的朋友圈 不然呢,她会觉得你是一个违心 喜欢偷窥被人隐私的变态 如果她愿意回复你的朋友圈 与你互动 那就说明啊,她并不排斥和你聊天 既然女生不主动找我们讲话的话 那么我们就君子一点 主动找她 但是找她可不是去说废话的 像什么,美女在吗 这是万万不可的 在找她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有价值的展示 比如说,你去健身了 可以在健身的时候拍一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并告诉她 好久没来了 胳膊竟然有点酸 如果呢,她回复你和你聊了起来 就证明啊,她不排斥 同时你还可以延伸话题 你可以分享一些积极向上的生活内容 比如说游泳 比如说你做了一顿饭 或者是你的朋友聚会 你想要她对你感兴趣 就要让她了解你 并看到你优秀的品质 这样女孩子才会更有兴趣和你聊天 同时对你这个人产生兴趣 毕竟谁会不喜欢阳光积极的人呢 喜欢的扣一波520 第二点 激发她的聊天热情 在我们测试了女生是否有兴趣和我们聊天之后 想要改变她由冷变热 这就需要激活她和你聊天的热情了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从朋友圈寻找她的兴趣点来聊 比如吃喝玩乐旅行 就是永远不会出错的万能话题 比如说她经常发一些美食 你就可以从吃上来开启话题 如果你真的很享受生活 对隐藏在城市角落的各种美食如数加珍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轻松的和妹子打开话题 但假如你生活白痴对吃的一窍不同 你就可以根据女生的朋友圈来打开话题 比如说吃货的女生吃东西的时候都喜欢打卡发定位的习惯 你虽然没吃过 但可以根据她发的定位信息 在美团或者大众点评上查一下 这家店的口味菜系特色等 总之从对方的朋友圈聊天 以她感兴趣的话题开题 能迅速的拉近你们的联系 同时寻找她感兴趣的话题来聊 也是避免她忽冷忽热的前提保证 所有聊天都要尽量的往邀约上去引导 多聊一些她感兴趣的话题 也是为你接下来邀约对方创造的契机 第三点把它约出来 我们所有和女生的聊天的最终目的都是邀约 当你和女生营造了一个愉快的聊天氛围时 就可以顺其自然地通过约会去增进感情 可以通过上述的寻找共同兴趣 这点作为邀约的明确目标 比如说有空一起吃个饭 有空一起看个电影 这类话就是让妹子觉得很随意 而且也会给人一种可去可不去都行的态度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挂在嘴边的有空 也就是等于遥遥无期 那如果你说某某电影我们下周末找时间去看看 或者是某某街新开了家你喜欢的寿司店 评价不错一起去试试 这就效果好很多 可能有人会来说 楚儿你跑题了不是教我们怎么聊天吗 怎么又说到约会了呀 才不是 我说了所有的聊天都是服务于邀约的 况且女生都愿意跟你出门约会了 还会对你聊天忽冷忽热吗 所以啊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在视频的右下角来找我 我会帮助你哦